我真是没见过这么快的止痛的办法 并且没有任何孤立的手段 这也没有药物 所以我觉得挺神奇 高达斯就是谢过他了 他也就说 我问问他是什么功法 他说是长生学 是这种以重的能量 来给我做治疗 调整 并且说你也可以学 当时我也都是没有多想 我就说行啊 应付了一句 后来过了两天 我们小伙子就跟我 要那个身份证号 他说你去学吧 因为八月份有一个 北京有一个出击研习班 无分公司也可以带着我去休息 这时候我就认真起来了 我就说 我曾经是一个医务人员 并且呢 我退休之后 还有这么好的医保 我 对这些东西 我还不是太接受 我就不去了 但是 他跟我说 这个机会挺难得的 你看我的 就是说 我们小伙子说 他说我的颈椎呀 现在也不疼了 治得挺好的 再说你这次也退失受益了 你还是去看看吧 这样呢 你学了之后 到那儿 学到之后 能够减少我哥哥的负担 咱那家庭的 如果要是能学好 也是很受益的 你去呢 就当是 出风猜吧 因为当时我在他的那个家具店里头呢 给他退休之后 给他当会计 关点小账 所以他就让我去 今天说得这么恳切 我也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我说行吧 试试吧 他就把我报的名 交的费 并且他还要说 他说我还给你找了几个伙伴 你们一同五六个人一起去吧 这五六个人呢 都是我们小姑子给拿的学费 他的大爱之心呢 我也挺感动的 所以我就走进了长城学的队伍 这期间呢 我在等待的期间呢 我也觉得 诶 风猜师姐给我调了 后来又调了一次 就是两次嘛 都解决了我有多痛苦 然后我试着自己呢 在家也去无眼睛 但是我就没有效果 没有那种止痛的效果 这是我就充满了期待 到了8月23号 我们那个这个班就开业了 当时我是带着一种疑惑来的 哦 在不对待的年头比较多嘛 生活比较单调点 医务人员没接触过这些的 社会上太多的东西 我还怕是一种什么功法 是说心里话我还挺忐忑的 但是来了之后呢 那种场面就给我一种震撼 整个一种队伍和咱们会场的秩序 一直老师 寻寻善幼的教导 那种温闻而哑 让我感觉到非常非常的受感染 觉得这是一组修教堂有术的队伍 这是一个非常得高望重的老师 所以我就在这里要认真地学 努力地去体会 然后呢也自己按照老师的指教 来培养自己的和训练自己 也不说学习的过程了吧 就是简单说 到了30号 我们就毕业了 但是学的时候 老师就告诉我们 要是把学好的功法 要是经常地去练 要去把大爱的手伸出来 我就心中就知道 我自己的家里里 我婆婆呢多年的笑喘 并且在我来的时候呢 已经正在犯病了 是挺重的 他呢说一些要又是不敏感 所以可是很多 我就想我回去之后 我就要在我婆婆身上呢 先做一个体验吧 30号我们是 30号晚上5点半吧 6点吧到家了 我就直接背着背包 就到我婆婆那儿去 我就说 他说你这些年办什么去了 我就说我出去学习了 他说学什么 我说慢慢就知道了 我现在就学的 还是我的那些东西啊 我说你还咳嗽吗 他说还是挺重的 当时让我看一下 他那小谭云 那点谭是挺多的 这时我就开始 我说那你坐下来吧 我给你那个调整 他说用什么 我说你没事儿 就闭上眼睛就行 他还挺听话 闭上眼睛啊 就让我去给他那个调整 我就是从第七学道 第五学道 就整个这个全学道 来给他调整 但是重点的 在这个天图学的位置上 始终就是没有离开 因为我们必定 咱是学过一的 所以对这些的接触 还是稍稍快一点 所以把那只手 始终放在一个天图学着 然后呢 后来那个调整了半个小时之后呢 就又把他的那第三学道 和服务的 我知道他的老年人排便功能不太好 因为必定你便排不出去嘛 这个呼吸系统也是受影响的 调整完了之后呢 已经就是到晚上将近七点了吧 后来到九点多钟的时候 我就给他打个电话 我问问他 他说的挺好 咳嗽的少了一点 但是还是咳嗽 我说行 我说你就喝点水 就睡觉吧 他说晚上咳嗽特别重啊 我睡不好 我说今天晚上你试着试 这样呢 第二天我就是下午去的 到那儿我问问他 他说对 昨天晚上比每天都好 能睡几个小时觉了 我也能躺得下了 所以这时候我就觉得 我心里特别自信了 我说那咱们今天再接着调吧 他就又配合我了 因为我知道我婆婆是一个非常即兴的人 他也不信这些的什么功法之类的 所以这时候他能给我机会 我觉得就是我用我的能力征服了他 我就继续给他调 所以一共每次调完了之后呢 他效果都感觉到挺好的 第二天就更愿意配合我 我一共给他调了五天 他就觉得咳嗽就很少了 当然不能说一点不咳 但是很少 并且谈了也慢慢的渐少了 渐稀薄了 这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难题 后来的时间呢 就是有空我就给他调一调 当然都是不用那么长的时间 也不用那么多的穴位了 就是主要把生活给他管理好 就像老师说的要管理好自己 当然我要祝福他 我也帮他一起来管理 他已经85岁了 所以把他名字好好地服务一下 这是我的第一个案例 第二个案例呢 就是我在今年的春节期 小姑子呢 从国外回来呢 带着他的孩子 春节期间呢 没有人去 帮忙已经走了 他有两个孩子 双胞胎嘛 除自己有人忙不过来 就说让我在那 陪他在他家住几天 我是从初一晚上 开始在他家住的 当天晚上呢 我就陪着两个孩子睡觉的时候 就觉得这个孩子 尤其他是容凤胎 那小男孩六岁 就晚上又哭闹 然后还要冲起来往下走 他后来我就把他妈妈 他妈妈也听到了 他房子比较大嘛 听到我家过来 我说这孩子怎么了 怎么出这状况呢 他说他就这样 他每天晚上都这样 我说什么原因 他就给我讲了 他说 看过很多的医生 国内国外都看过 后来他们都没有检查出来 那个失职失离病障 就说是 找心理医生来得看 说这孩子下来了 可是这心理医生呢 给看了好多也是 不断地求医 他们家里的业费 想办法都没有解决 后来我就说 那就让我来用长生学 给他试一试吧 因为咱们知道 第六学道呢 是负责神志的 和智慧 所以第二天的晚上 我要等到孩子睡着了之后 我才能给他调 他要不然是不会配合的 我给他 从第一把手呢 开始的时候 就是到了 应该是十点了吧 我把手呢 轻轻地放在他的 我是割空的 我不能马上就摸他 我怕给他吵醒 在割空的时候呢 就觉得手 这个手掌这面嘛 就有一股热气 像我们鼓的水盆上 那种热水杯上那种感觉 所以就是脑头非常热 慢慢的我就把手 给他放到了 第六和第七学道 然后就放到后脑上 这样一点点给他调 这样在我调整的期间 他不动 也没有 在整个的晚上 没有再出现 头一天的症状 很平静 第二天 他妈妈跟我说 说在头一次 他晚上这么平静 并且第二天晚上 他妈妈也说 你看到没 今天这孩子 情绪没有那么烦躁了 原来头 头几天呢 就是也许是他的一种 他们时差调整嘛 从外边刚回来 他特别烦躁 他说有一天 他怼他妈 就得有五十犬 他妈说他怼他得五十犬 经常为了跟妹妹 为了跟别的事 别人吵闹 一吵闹起来 他的性格就非常狂躁 他说你看他现在就变了 我说那还挺好 真的给我细心了 就这样我就坚持 给他一直调了到 正月十六的晚上 他们十七走嘛 所以在每个晚上 我都要给他调整一个小时 多一点嘛也许 成头部 然后呢重点就再调肝和皮 把水放在肝底下 喷塌 睡觉了个妈妈的洞 再这样不断不断地 那他就是睡得越来越踏实 直到最后他走 直到最后他走 没有再处置过一次夜间烦闹 或者白天跟别人吵架的情况 说话都是正常的孩子吧 当然小男孩皮啊是不可能的 但是比较正常 所以我觉得老师这个 魏老师教我们这个长生学 让我们有了这双大癌的手 让家人呢真的很受益 当然在经济期间 我从那学了那个初级班之后 我又经常的参加调整站的活动 我们新港调整站 每个星期有两次活动 我呢当然家里还有一些事 我有孙儿嘛还有一个大家人 他有一些的社会活动 但是呢不管多忙 我要挤出时间 尽量的多去参加活动 因为在调整站里 我们会互相交流记忆 互相温习知识 把我们老师这个交给我们的知识呢 不自由遗漏掉忘掉 并且呢我们也可以通过 这个朝长站的自习呢 能够把知识呢 更容易提高和借鉴 后来的12月份呢 去年12月份呢 我也参加了高级班学习 通过高级班学习之后呢 我又掌握了一些技能 我也可以参加晚间的远程跳过 所以通过这些的活动呢 一个是帮助了他人 也提高了自己的功力 和自己的那个自身身体的康复 我原来的眼疾呢 现在也不疼了 原来的颈椎病呢 现在也好多了 特别是在开始的时候 我如果要像你们这样静坐的话 我很快就会全身的抽搐 因为他在通的过程中 到颈椎这块就阻挡住了 所以到脖子这块 就脖子就憋得很粗 所以这个通过不断不断地 去自己自便 帮助别人去调整 所以把我的整个身体 其能打开了 我觉得真是老师教给我们了 一种非常非常好的科学 然后我们把这份大爱呢 在不断地延伸过程中 进化了自己 调整了自己 所以我们在今后 希望各位家人 能够把你们学到的知识 把老师真的大爱 传递出去 只有在调整站里 才能够提高你们的功力 只有在不断地实践中 才能丰富我们的知识 所以用这种我们的安心 来感谢魏老师 感谢开学